港府在日在就網民稱為網絡23條的版權條例修訂 展開為期三個月的諮詢 並建議三個方案來處理俗稱惡搞 或者二次創作的戲訪作品 用來豁免民事或者刑事責任 但是強調如果作品影響原作品的利益 就不會在豁免之內 第一個方案其實是上一次我們在立法會的文件裏面 經過法案委員會的通過之下 我們有一個澄清一下刑責在哪裏 第二個方案是如果符合了相關的條件之下 有一個豁免刑責是很清晰的 這條件是什麼呢 這次也是我們諮詢的版紙 當然你不可以無條件去豁免的 因為你一定要平衡版權有人的權益 所以這條件是什麼呢 我們都希望聽大家的意見 第三個方案就是公平處理的方法 不單是刑責民事的責任 都有版權的豁免 在這個方案之下 亦都可以參考現時在其他地方 在我們的條例裏面已經有公平處理的豁免的條款 近年網絡上出現不少針對社會議題的二次創作 有人指反權條例修訂是打壓這類作品的網絡23條 蘇瑾良就此作出回應 這個是諮詢 我們諮詢就是希望能夠就住 如果戲房的豁免的範圍 給大家這個很清晰的表達自由方面 我們是能夠有一個共識 我們是沒有記憶的立場 我們是開放的態度 我們是一個秉持絕對開放的態度 所以我想如果任何人說 這個是怎樣 剛才你用這個名詞的形容 我們這次的諮詢是不公共的